大家好,我是易水君 B站是中国的影片分享网站 上面有共青团还有很多小粉红 基本上你在这个平台上 看不到对中共不利的言论 但是有一些人却勇于 与审查机制斗智斗勇 今天这部影片主要是带大家看看 他们冲塔的成果 并且解释一下他们玩的梗 香港支联会为了纪念六四 改变了政治化的水手 成了自由花 自由花是一首粤语歌曲 有些有创意的B站网友 便以水手来代替自由花 在水手这首歌的影片评论区冲塔 Never Forget指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有人只是放了前奏 这部影片有六千多的观看 但是只有两则留言 而且留言的赞数也不少 很有可能已经被审核盯上了 非常好视频 来自原唱的家的对面 香港旁边就是澳门 这个用户的名称也有澳门两个字 下一则留言就只有三个害怕的表情符号 水手这首歌本身没有政治意味 为什么会有人感到害怕呢 改篇作品是真的会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 如透社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民主会战胜归来是一首香港的摄影歌曲 也是有纪念六四的意味在里面 有人把这首歌的钢琴板发到了B站 评论区里面也有网友写了这首歌的歌词 大家只是把一首歌的歌词写了出来 这个讯息其实就已经非常强烈了 还有人指发了几个V字首饰的表情符号 八九民运期间 学生举V字首饰的照片不难发现 袁腾飞是中国的一位历史老师 他曾经批评过毛泽东是一个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柜指手 他批评毛泽东的影片 当然不可能在B站上出现 但是有一位中医 刚好和这位历史老师同名同姓 于是大家在中医老师出现的影片评论区 开始提及历史老师袁腾飞 强国哇哈哈是一位乳包博主 哇哈哈这三个字偶然被一部游戏影片提及 评论区里面认识哇哈哈的人就开始冲塌 我的确是通过搜寻哇哈哈三个字 找到这部影片的 相信在B站台湾应该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吧 但是如果影片内容不是在1949年之后 演奏演唱或者播放中华民国国旗歌 而是中华台北奥运会会歌 但是因为两者旋律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也自然明白并表达了对于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的渴望 1937年南京大屠杀有两名日本军官进行杀人比赛 一个杀了106人 一个杀了105人 由于不知道谁先杀了100人 两人决定从赛到150人 网上的知黑群体发明了两位老英雄这个词语来挑衅小粉红 所有有把人什么106和105这两个数字的影片都有可能会有人冲打 《问谁未发声》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粤语版 这首歌是香港著名的抗争歌曲 在2014年开始流传 有人在这部关于香港游行歌曲的影片评论区唱起了《愿荣光归香港》 《愿荣光归香港》也曾经被亲共团体改编成了 《愿平安归香港》 《反对香港人抗争》 虽然《迟》是反对香港人抗争 但是旋律在大家心中的意义 却无法被轻易扭曲 评论区有网友的头像是象征香港抗争者的图片 大家知不知道香蕉皮和习近平有什么关系? 香蕉皮的汉语拼音和习近平的汉语拼音开头的生物都是HJP 柔夹香蕉皮就是柔诈HJP 当然有痛恨HJP的人叫好 也有人用秦桧和柔条的关系暗示香蕉皮象征一个坏人 而这个坏人和溥仪一样是最后一个皇帝 徐俊平和习近平因事 中共以前有一个叛徒叫徐俊平 于是便有人止伤骂怀 不过有小粉红好像看不懂为什么有人在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823炮战这部电影 有人把这部反共电影的主题曲发到了B站 网友当然心领神会 日本动画小泉麻将传说曾经恶搞过毛泽东 而评论区的这张图片就是出自于恶搞毛泽东的那一集 多漂亮的颜色看就是动画里毛泽东的对白 我个人的看法是 严格的审查机制是不能压制大家对于政权的不满 人民总是需要地方发泄的 事实常常比起谎言更难隐瞒 因为事实通常都是有机可循的 当你审查一样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问题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激起大家的好奇心 大家就会去了解真相 很多中国人都会翻墙 因此这些冲塔的人做的事情绝对不是毫无意义 感谢大家收看这部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本频道